韓國瑜 我應該要稱韓市長 韓總還是韓導 你就直白一點吧 直白一點 就韓導到底了 韓導到底嗎 又什麼關係 大家開心啊 大家開心 大家會開心嗎 韓導 總機 有人要講總機嗎 總機 上了博恩夜夜秀 被算是韓導也沒關係 韓國瑜一開始還很輕鬆 不過主持人博恩 可沒打算輕輕放過 有精心幫你安排這個座位 還舒服嗎 我覺得下面好像尖尖的 下面尖尖的 對 因為我們下面 放了酸民的留言 讓你可以用X眼看 韓國瑜之前酸網友的話 現在自己拖回去 韓國瑜也終於跟高雄市民道歉 韓市長有沒有覺得想要跟 哪一些人道歉呢 要從少年開始回憶嗎 對 隨便 如果大家感覺不好非常抱歉 今天我好像看到 到了這個教堂 對神父要懺悔的樣子 對 要告解是不是 沒有 我只是想說你的答案 如果不是高雄市民四個字 就是他們就 韓國瑜之前誇下海口 要在高雄蓋迪士尼 博恩假裝是迪士尼老闆 再酸了高雄又老又窮 我沒有想建造高雄市民四個字 沒有 我聽說是一個老闆的城市 沒有錢 為什麼你這麼笨 韓國瑜似乎很大方 不過問到敏感問題 他尷尬了 現在有哪個國家是最危害到台灣安全的 我們所有國防政策的假想敵 就是人民解放軍 我們九二共識 我們是中華民國 一下九二共識 一下人民解放軍 扯太遠又被博恩虧 我要一個國家的名字 什麼國家 在場看錄影的年輕人 不少人手上拿著標語 反對韓國瑜 韓國瑜上脫口秀 網路聲量暴增 只是可不可以讓他 在年輕族群裡面洗白 效果有待觀察 早安新聞,正好報導